一阵电流爆裂 电杆上方冒出火花 瞬间四散喷裂往底下飞散 电线杆下方两台深色轿车 首当其冲 直接烫出一个洞 对 车顶这个都是 残不忍睹深色轿车 车顶引擎盖处处留下明显的炸伤痕迹 怎么擦也擦不掉 板筋受损 光是修复加起来初估就要二十万 车主沈先生说 两台爱车才刚买不到半年 停在路边却惨遭火吻 而在这之前就有预感 电线杆上方突然爆裂 火花火吻爱车 时间在一大早七点多 幸好没有人车经过受伤 台电派员到场修复 初步判定是鸟类碰触电线 导致短路引发爆炸起火 害得下方两台轿车受损 车损部分台电将负起理赔责任 这回车辆遭火吻 假使当时恰巧有新人经过 后果恐怕难以收拾 之前六文宾理事信用彭心 云林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